好,我們開始複習第11章 良知簡歷跟彎曲 好,我們看到這個題目是良 所以我們今天11章的重點是要求良的簡歷跟彎曲 好,那對於良的部分,我們有一些 定義,他考選擇題部分,同學就要注意,這是我們提心意的部分 所以他可能考你良的種類 有一些考選擇題的部分 良知種類 那良的種類有 原則上大概有五種情形 有五種情形 那第一種,大概就是我們講的簡織良 簡織良 第二種 我們講的懸臂良 懸臂良 那同學對這些 這些名詞稍微 留意一下,因為我們寫土木建築的這些東西都要知道的 第三種叫外生良 外生良 那這三種良 那這三種良 因為他是可以用 他是用三個 盡力平衡方式是可以求解的 所以我們稱為這三種良叫做靜定良 靜定 靜定方程是要靜定良 可以去求解他的,叫做靜定良 那另外兩種,第四種跟第五種 是位置數比較多的 我們叫固定良 固 定良 第五種叫做連續良 連 續良 那這兩種良呢 我們平常用 三種 靜定 平衡方程式是解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 要找朋友來幫忙 所以我們叫做靜不定 靜不定 靜不定良 靜不定良 所以同學知道靜不定的定義就是 位置數的數目字大於 靜力平衡方程式的數目 所以這叫靜不定 我們 上一張好像有解過這種靜不定的題目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要知道我們在求量的簡力跟彎絕的時候有一些規定 那規定呢 同學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有關於簡力的部分 簡力的部分 如果我們 把一個 原 Element 拿出來 我們去研究它的時候 我們規定 在右邊是往下 左邊往上 那這種簡力 我們稱為是正的 正的 那 相反的話 我們就稱為負 記得喔 是右邊往下 左邊往上 就感覺是順時針 這個就是 右邊往下 左邊往上 我們稱為正 正號 所以順時針為正 順 時針 我們稱為為正 反之啊 就是負 那對彎矩的部分 這是簡力的部分 這是簡力的部分 簡力的部分 是這樣規定的 那另外一個如果說是我們講彎矩的部分 彎矩 因為符號我們說要先 先規定一下 它的符號規定 彎矩我們原則上是這個一個Element 我們希望它是上奧 比如這個是上奧 上奧 我們是以上奧為正 上奧為正 上奧為正 那我們有這些規定以後對不對 我們解題目才不會弄亂掉 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開始進入到要怎麼去求簡力跟彎矩 所以我們進入到提型號 提型號是要求 梁中某一個點的簡力跟彎矩 是要求 梁中啊 梁中某一點 某一點的簡力 跟彎矩 簡力跟彎矩 好那同學我們知道我們要求簡力跟彎矩有兩大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用方程式去算它 那第二個方法是用圖解法去算它 所謂圖解法就是 簡力圖跟彎矩圖 好那我們先從 方程式的方法來講解一下 我們舉個例子好不好例如 題目是這樣子 有一個梁 那中間瘦的這個集中力 這是18噸 這是9噸 那距離當然會告訴我們 3米 4米 2米 對不對 那 如果老師啊 告訴你喔 假如這裡有一個C點在這裡 那A點在這裡 那B點在這裡 對不對 那老師可能要你求 某一點的簡力 比如說要你求 VC點 但是 VC點 因為它頭頂上面有承受18噸 所以 C點是比較特殊 它有分左跟右 所以就 求C點的左 答案多少 C點的右 答案是多少 你要會算喔 那還有 C點的彎矩 答案是多少 好 我們來練習一下這題目怎麼算它的 來我們要求之前 當然了 你先要把支撐反力算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V點 V的反力 好我們快速解法可以嗎 記得我們手指按在A點 那 白色 18噸跟9噸對A點 熬炎是 感覺是這樣有沒有 手指按這邊 它是順子針 所以就18x3 加上9x7 對不對 那紅色的部分對A點熬炎是頂回去 是逆時針 所以 澳加 澳加4加3合起來是9 所以9放在下面 那你這樣就可以算出 V點的反力 所以這個答案是13 對不對 那當然是RA的 反力呢我們就是等於把全部的271 扣掉13 所以當然就是14 所以這14就算出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求C點的簡歷 所以我們是 用方程式去算它 所以記得我們寫一下 這個題目是用方程式 用方程式去求解的 方程式求解 那這個方程式就是我們所謂的 上等一下 順時針等於逆時針的觀念 來 我們是不是 取這個 取這個 分離體這個是 14 那這裡有18 好不好意思喔 我們切這個時候就像那個element 它是往下為正 所以是右邊 所以是 V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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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一個斷面切開的時候 它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一個彎局 就是MC 這樣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算 所以 我們就先 假如先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利用方程式 Sigma Fy等於0這個方程式 第一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 所有Y方向力 要等於0 所以往上為正 往下為負 對不對 再減 VCO 沒有啦 所以利等於0 所以 VCO拿過去 所以答案是等於負 14 所以表示什麼 VCO 跟我假設的方向是顛倒 所以它是不正確的 所以應該是應該往上 它正確應該往上 所以你跟 老師講說我的答案是 VCO 富士頓 往上才對的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出來了 第一個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這是 第一個方程式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寫在旁邊 同學看的比較詳細 我就寫在隔壁這裡 第二個 我要求MC C點的彎局 所以手指按在C點 我要來求MC 對不對 C點 所以手指按這邊 所以 這距離是3米 對不對 所以13乘以3 14乘以3 順時針負 對不對 順時針負 那這個18 當然就經過這一點就不用算 這也不用 所以 加上剩下一個MC嘛 加MC 等於0 逆時針正嘛 所以MC 答案就是等於到 這個答案算是40號 噸 米 所以這個是正的 我們說正的話就表示是跟他假設方向一樣 是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答案是40號 這個答案就算出來40號噸米 那我們還切一個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們切個是 VC 左 好不好 那如果這樣我們 老師再寫一個更詳細的 因為同學常常搞不清楚 我們就講 VC這一點 C點是在這裡 C點 就像我們畫一個小小的 這叫C點 頭頂上面一個 18 噸 那我們說右邊是往下 叫做VC右 左邊往上 VC左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Element 是這樣畫 所以我們說用 Y方向力 等於何 所以是不是等於 向上為正 向下為負 向下為負 等於0 那剛才我們已經有算出VC右嘛 所以你就把答案帶進去 答案是負4喔 負4喔 那負負就得正喔 所以答案我們要求VC左 答案是多少 就是 這個拿過去變18 那這負負正的拿過去變 變負喔 所以答案變成 14噸 所以正的跟我假設的方向一致嘛 所以就往上 所以同學你覺得合不合理 對 往上14 這個 這個也是往上4 所以 4加14 等於18嘛 對 表示我們算對了 好 第一題就這樣結束 我們接下來看下一題 好 第二題 第二 這是一個鹹壁糧 承受力量叫做均變力 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叫做均變力 最高這裡是 每米是30公斤 每米30公斤 這裡是3米 這是6米 那這裡是 這裡是B點 在這裡 C點在這裡 來 來 我們要求B點的簡歷跟彎矩 求B點的簡歷跟彎矩 那再提我們怎麼算 來 我們就這樣子 我們這個應該是A點才對 我們把它補一下 A點 好 我們怎麼 怎麼去求B點 要我們求B點的簡歷 還有B點的彎矩 對不對 好 我們怎麼去算它 那我們說我們是用方程式去算它 所以你第一步 你是不是切開來 是不是這樣切 對不對 好 因為這個 這個斷面照理講 這是一個梁嘛 所以我老師把它放大一下 這樣同學看得比較詳細 好 你就切這樣 是這樣切 對不對 那該有的分離體就這樣子 是不是 好 那這裡往下 這樣畫 那這裡有6 6米 那不好意思 這裡的高度是多少 你只要去 利用 相似三角星的觀念 算出來用 3加6 9 9米的時候是300 那現在是6米的時候 應該多少 這個高度應該多少 那同學應該用相似三角星 我們用這樣看 是不是等於9米 跟6米的比值嘛 乘以300 所以大概這個檔案是不是200 所以這裡的高度是 每米是200公斤在這裡 那我們切這個斷面 先是一個圓 Element 它是在左邊 所以往 我們要往上嘛 好不好 我們叫做 V點的簡力 V點的簡力就對了 好不好 V點的簡力 那這個V點的簡力是多少 那彎局是多少 彎局是多少 那彎局叫MB 對不對 我們 依照符號的規定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就 第一個方程式 Sigma Fy等於0 是不是 向上為震 V點的簡力向上 但是這個 均變 三角星 所以 作用在 震 重心的地方應該是 三分之一的寬度 這是兩米 對不對 那這個答案是不是等於 類似班長 是等於二分之一的 乘以高 所以答案是不是600 是不是 600 所以是 往上600 往下600 所有的力要等於0嘛 所以我們答案就算出 V點的簡力 答案就是600公斤 震的 這樣子 我們就算出答案 V點的簡力 好那第二個方程式 Sigma M 等於0 我們要求V點嘛 所以我們手指按在V點這裡 你按在這裡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是 順時真負 所以 負 MV 負 MV 那這個是 600力 乘以力幣 600 再乘以力幣2 也是順時真負 順時真負 所以力 举合等於0 那這個 方程式拿過去 MV 就等於負1000號 公斤米 那我們算出來答案是負的 跟我們假設方向是不對的 是顛倒 所以我們正確的答案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等於這兩個答案 好 這是第二題的部分 好接下來 我們提醒到的部分就是方程式的方 用方程式來求解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可以用 別的方法來算他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 第三個 提醒3 在 例えば